她因为养青蛙 闹得妻子烧掉结婚照 左邻右舍人见人烦 她曾经穷得娶不上媳妇 梦想要从黑泥塘里捞出财富 冷嘲热讽 遭人嫌弃 是经不住打击就此倒下 还是孤独前行 看两个遭人嘲笑的男人 如何找到致富撬门 成功逆袭 欢迎收看致富经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有两位 一位在湖南养殖青蛙 一位在江苏养殖黑鱼 别看这两个人相隔千里互相也不认识 但他们俩有一点是一样的 都是从被别人讥讽和笑话开始创业的大老爷们 而正是因为别人的嘲笑 让这两个人受到了刺激 他们发誓一定要干出个模样来 这俩被人笑话的大老爷们 他们是怎么成功一席赚取财富的呢 杜兆林说到晚上十点 他就要抓三万只青蛙拉王四川 他只有七个小时时间 看着满池子扑腾的青蛙 记者很好奇 青蛙这么乱蹦 三万只要怎么抓呢 用手抓 这样 这样 这样抓 估计几天都抓不够三万只青蛙 杜兆林告诉记者 要想快速抓青蛙 有三招 第一招不是抓青蛙 而是割草 你为什么把这个草割掉 因为草不割掉的话青蛙就躲在下面不动 你这是为了把那个青蛙逼出来吗 对对的 要把它赶出来 你不把草割掉它就不会动 它就全部躲在草里面 你看 这一堆全部有这么厚的青蛙 很快 池塘里的草割得差不多了 没有地方躲的青蛙在池塘里乱蹦 要想抓住这些乱蹦的青蛙 杜兆林 又使出了第二招 换地龙 你帮我把这个地龙拎起来 让我看看它是从哪里钻进去的吧 从这里 这两边都有是吗 对对两边都有 青蛙它一跳就自己跳进去了 你赶到它就乱跳 到处乱跳就跳进去了 就比手抓要快得多 到处乱蹦的青蛙直接跳进地龙 这样可比手抓方便多了 然而对付这些跑上岸拼命撞网 挤在一起的青蛙 这就需要第三招 还得上手 杜兆林和工人 接连忙碌了几个小时后 三千斤青蛙整装待发 准备发往四川捡羊 25块钱钱 三千就是七万五 开心吗 嗯 开心了 当然开心了 钱得这么好一点 刮 刮 刮 杜兆林 今年33岁 靠养青蛙成了当地的小名人 青蛙改变了杜兆林的命运 而他真正走上养青蛙这条路 却有了一股无巧不成书的传奇劲 2009年的一天 杜兆林在家看电视 突然一期养青蛙致富的节目 把他吸引住了 此时的杜兆林还是工地上的小建筑商 一年能赚二十万元 这个收入在老家人看来还不错 但眼见节目里的人用五万元赚了八十万元 杜兆林觉得养青蛙可比做建筑强多了 2010年4月 杜兆林放弃建筑生意 回老家承包十亩地 一次就投入十万元 办理好相关证件 养起青蛙准备大赚一笔 由于青蛙的眼睛 对活动的东西感觉灵敏 对精致的东西不敏感 最开始杜兆林喂青蛙吃蚯蚓 但杜兆林试过才知道 蚯蚓两个月才能长成 而且很难收集 根本供应不上十亩青蛙 不得已 他只好放弃蚯蚓 他决定给青蛙换个新口粮 不成想 接下来他的举动 让全家人乃至邻居 都经历了一场恐怖的灾难 那年刚刚好是我孩子出生那年 村子上面所有的苍蝇 全来我家聚会了 就是这样子的 好可怕的 而且看他提那个营区 在那里洗 洗的时候去喂那个青蛙的时候 我觉得好恶心 苍蝇多吗 我倒去的呀 吃饭的地方 学校的地方 不管哪里 就是抓的呀 原来 杜兆林在自己家里用牛粪 养起了营区 用营区喂青蛙 这让杜兆林在村里人见人烦 由于营区的生长 受气温影响很大 气温低于三十摄氏度的时候 营区根本养不出来 杜兆林每天累死累活 收集的营区 只够两母青蛙吃个半饱 最后杜兆林实在没办法 只能喂两母青蛙 任由其余八母青蛙饿死 看着饿死的青蛙 杜兆林早受了很大打击 但他还是不放弃 还要继续养青蛙 这让妻子很生气 为此两人大吵一架 妻子一气之下 烧光了结婚照 家里基本上那些衣服都被他烧了 有时候会生气的 觉得很对不起老婆 家里结婚的那些照片 基本上那一次全部烧完了 我说你把这些蛙全部给我卖了 到病床成蛙以后 我说全部给我卖了 明年不要搞了 别人的冷嘲热讽 让杜兆林伤心 而距离他一千多公里之外 也有一个曾经被别人嘲笑的男人 他就是江苏省连云港市的周庚县 记者采访时 正好赶上周庚县 要出售一批黑鱼 不好抓吧 对 肯定不好抓 好有劲 下个角 这个是它的金量 不管是金重 还是颜色 还是个条 这就是标准的 这就是标准的 你看 这放到我们这边就是线条鱼 身材又细又长 不管是体型 还是颜色 这个到杨栋那边是很好消瘦的 它的力量它别大 在水里面黑鱼被称之为水中霸王 相当的 它可以吃任何一个鱼 它的牙齿是倒着的 只要它的嘴含住东西 一般不容易逃脱掉 尖啊 对对对 它一旦 它一旦它要是咬住它的鱼石的话 咬住小鱼的话 没有一个是能跑得掉的 小鱼 哦 啊啊啊 没事没事没事 咬着了是吗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没事 你看它的牙齿是好 好几排的 尤其是下面的 下面的牙齿 是好几排牙齿放在一起的 我来了 把门放在两个 咬着你了 没事没事 我可以让它松开 好 它已经松不开了 哎 已经松不开了 你松开 小心点啊 哎呀 小心手 哎呀 这也松不开了 哎呀 手咬烂了 哎呀 我家吃就那么烹饪 我看了太快 哎 那你们平时抓鱼的时候 岂不是很容易受伤啊 嗯 一般的话 你看 几个 我一按一下 这下三个 三个眼影 黑鱼很凶猛 如果想在黑泥塘里 把它们抓起来 更是需要大家伙齐心协力 鱼塘里的水 被放到一定程度后 一组人下鱼塘 拿网从鱼塘底部 慢慢移动 向前捞鱼 而另一部分人 则在岸边接应 不一会儿 捞鱼的这几位村民 就全身是泥 他们一旦开始抓鱼的时候 就像迷人一样来了 迷人 认不出来了 对 根本认不出来 只看到两个牙齿白白的 别的看不到 好吧 我的镜头上都是你脸子了 你看我的脸 是吗 我那看见 是不是 我的脸现在是不是全是你啊 身上都是 每年的八月 使黑鱼上市旺季 东海县的这个黑鱼养殖合作社 每年能销售黑鱼五十多万斤 这里的黑鱼 在扬州 南京等地 特别畅销 现在养的最大的是谁啊 养的最大 最大 梗县 周梗县 你看这片着片下的黑鱼都是它的 都是它的 对 都是它的 现在它牛了 那刚刚清了 现在它都换大幕术 是吧 是吧 第一人致富能手 我现在跟你说 周梗县 不仅是村民眼中的致富能手 更是东海县响当当的创业明星 可是当跟村民聊起它过去的时候 却让记者大吃一惊 村民一开始对它也是瞧不起 对它瞧不起 它因为家里穷啊 对 穷都穷 对对对 穷的 下路连西部都找不到啊 穷的 看一家 真的 在周庚县的身上 到底发生了哪些故事 它又是怎样从一个被人瞧不起的穷小 转变成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带领村民一起养只黑鱼的呢 一张床 在没有创业之前 它家一直都是村里最穷的 当村里的一些人家 已经盖起二层小楼的时候 它家还住在这样的砖房里 有条件的呢 它用沙和水泥 我们这是用泥 就放一点水进去 然后把它粘起来 随便可以拿它掉 随便可以拿它掉 就很松啊 关键是没钱 如果有钱的话 像这样的楼房 谁不愿意住 对不对 1998年 周庚县从部队当兵赋员回家 做起了让村里人多瞧不起的事 以前像在河野上用船捕鱼 是人家最看不起的一个行业了 一个一个一个一样才是了 你实在没有出路没有出息 才用这个小船弄个网 在河野上弄 今天弄个三块五块 明天弄个十块八块 是最让人家看不起的一个行业 对对对 是的 其实周庚县也是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人 他也不想整天在河里摸鱼摸响 可是当时的周庚县很迷茫 按照他的性格 是不愿意替别人打工的 他想自己做点事 但又不知道该做什么 有一天 周庚县跟朋友聊天 朋友提起 黑鱼会吃小鱼小虾 这引起了周庚县的兴趣 这就是让周庚县感兴趣的黑鱼 黑鱼是一种常见的食用鱼 这种鱼个体大 生长快 胃口大 生性凶猛 是肉食性鱼类 湖泊或池塘里的小型鱼虾 都是它的美味 周庚县觉得 如果养上了黑鱼 每次打捞上来卖不掉的小鱼 就可以给黑鱼当饲料 这样不但节省了养殖黑鱼的成本 养好的黑鱼卖出去 就又有一份收入 可当村民们听说周庚县要养黑鱼了 多不信他能做成这件事 我有这种习惯 他越说你这个人 这个你做不了 我非做给他看 我一定要做 我还要做成做好 我就是这样 面对别人的嘲笑和质疑 周庚县和杜兆林要怎么做 才能为自己争一口气呢 2011年6月 杜兆林在给青蛙买药时 碰到了一个养牛蛙的人 这个人告诉杜兆林 他喂牛蛙的时候发现 有野生青蛙在吃饲料 野生青蛙吃饲料 让杜兆林看到了一丝希望 而真正让杜兆林决心 把青蛙养下去 还有一个原因 养牛蛙的人告诉他 牛蛙是经过驯化之后 才吃饲料的 这让杜兆林下定决心 驯化青蛙吃饲料 喂青蛙吃的饲料 主要成分是鱼粉和微量元素 这种饲料 平常也可以喂鱼 喂牛蛙等等 最开始 杜兆林在营区里拆上饲料 用仅剩的两母青蛙做实验 想让青蛙适应饲料的口感 然而8月的一天 杜兆林在青蛙池里 却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青蛙之间互相残杀 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一开始 青蛙吃饲料都会吐出来 后来杜兆林发现 有青蛙吃饲料了 慢慢的杜兆林停掉了营区 只为青蛙吃饲料 结果经过驯化能吃饲料的青蛙 越长越大 不吃饲料的青蛙 饿得只剩皮包骨头 结局只能是被别的青蛙吃掉 靠着青蛙这种优胜劣汰的方式 2011年杜兆林挑选出了吃饲料的青蛙 吃饲料的青蛙给了杜兆林希望 他决定拼一把 2012年杜兆林拿出剩下的全部积蓄 加上借钱贷款凑够十多万元 将基地扩建到15亩 他发誓一定要把青蛙养成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干成 不干成就是太对不起老婆了 成蛙吃饲料了 接下来杜兆林要训练小青蛙吃饲料 而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 如果小青蛙不吃 就会被活活饿死 杜兆林三年的投入 也将血本污归 下来是很新的 就是不管怎么样 也要堵这一把 这是再后一波 假如12年那青蛙真的饿死了 我也只能跟着饿死 没人相信小青蛙可以吃饲料 杜兆林的心也悬在了半空中 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 根本没有小青蛙理会饲料 杜兆林的心越来越沉 看着心情真的很糟糟透了 要是真的半个月以后还不上来的话 基本上已经三年的时间已经全部泡汤了 然而就在杜兆林等待命运的宣判时 十天之后转机出现了 大概过了十天左右 就慢慢看到有青蛙开始上死台了 有骨皮青蛙已经开始吃饲料 就觉得心情已经火烂开朗了 之后吃饲料的青蛙越来越多 这意味着他的计划是可行的 2012年杜兆林终于养出了八千斤青蛙 2014年9月杜兆林的养殖面积扩大到了20亩 养出了三万斤青蛙 9月份正是湖南当地吃青蛙的季节 通过经销商之间的介绍 杜兆林三万斤青蛙 大部分卖到了长沙马王堆水产市场 销售额达八十多万元 他也成为马王堆水产市场最大也最稳定的青蛙供应商 一个是量比较大还是还有一个积蓄比较好 养的比较大 好卖 杜兆林把青蛙养得风生水起 2015年基地已经扩大到了八十亩 原来不相信养青蛙能赚钱的人都佩服得心服口服 来基地参观学习的人也多了起来 杜兆林说 他终于靠养青蛙让妻子孩子过上了好日子 之后他不仅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还要带着当地人共同致富 杜兆林实现了他的愿望 像他一样被嘲笑的周庚县 要怎么实现他的财富和人生逆袭呢 周庚县要养黑鱼却没有资金 他就到附近的河里捕捞更多的小鱼小虾 把他们卖掉去买黑鱼苗 就这样慢慢积累 周庚县终于在自家的小鱼堂里养上了黑鱼 一年后周庚县养殖的黑鱼能够上市了 他把养殖的黑鱼全部销售给了上门收鱼的经销商 周庚县终于挣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一万元钱 钱不是长的吗 我点完这头 我点错了 我再翻过来点那头 就那样子点 那时候没见过 那些钱我太穷了 把钱拿到家再穿了两个 不舒服便饭 养殖黑鱼让周庚县有了人生目标 他拿出自己在部队的那种不怕吃苦 任劳任怨的精神劲 每天都学习摸索黑鱼养殖技术 不管什么活他都亲力亲为 这每天要喂几次啊 每天两次 他厉害 怎么厉害啊 就是他不管什么鱼哈 他就是都是他的这个猎食对象 如果是放到生物链里面说话 这是鱿鱼 采访的时候周庚县还告诉记者 以前自己不会繁育黑鱼苗 价格总是受控于卖家 这让他很不服气 于是他就干脆住进了人家鱼苗厂 硬是把黑鱼苗的鱼苗技术 全都学会了才离开 之后周庚县不但能销售成品鱼 还能销售鱼苗 这让他的事业越做越顺 到了2015年 周庚县在东海县拥有了八个黑鱼养殖堂 将自己的黑鱼养殖面积 发展到了近100亩 并带动了当地30多户村民养殖黑鱼 其实这些村民以前 也都跟记者一样不会逮黑鱼 他们有的在家种地 有的外出打工 自从周庚县养上了黑鱼 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 每次捞鱼都会请一些村民帮忙 慢慢的 这些村民也在周庚县的指挥下 学会了捕捞黑鱼 我看一下这个鱼 我抓一下 就抓 扶住他眼睛 扶住眼睛 你看 这个有多重啊 三斤啊 这就是标准能销售的三斤的黑鱼了 我看啊 到2015年 在周庚县的努力下 整个北辰一村的黑鱼养殖面积 达到200多亩 因为货源充足 经销商很喜欢到这里收黑鱼 现在黑鱼成了东海县的特色产业之一 而周庚县也成为了这个产业的领军人物 当初为了不被人看不起 而默默许下的誓言 也在周庚县的努力下 变成了现实 如今 他也实现了一个穷小伙的逆袭 老话讲 人活一口气 树活一张皮 就是这么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支撑着今天节目的两位主人公 走过了创业当中最艰难的岁月 而嘲笑 反而成为了他们前进的动力 最终实现了人生和财富的逆袭 好了观众朋友 您在收看农业节目的同时 不要忘记拿起手机参与摇摇互动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 摇TV 获得惊喜福利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你还可以直接扫描 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金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致富信息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致富金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在朋友眼中 他是这样的人 可自从遇上了他 一切都变了 为他砸下上一身家 为他风吹日晒 为他风 这种小果 到底有何魔力 诱惑了他